110年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进行到第三天的赛程 首先看到地板滚球项目 每个分级有两位选手参加 分别吃六颗红球或篮球 比赛场中会有一颗目标白球 两位选手投资的球 越靠近白色球就能够得分 继续关心这届男子组BC1的赛事 这个级别的选手 既有能力做投资动作 不过每一位选手都会配一位 运动助理员协助地球 比赛开始由持红球的刘家生 先投资目标球 而他这一球开在离他比较近 相对掉转的位置 他也把握机会在这一局 丢出靠近目标球非常近的地方 以1比0限制得点 不过他的对手来自张化线的 林志豪选手也没有气馁 马上在下一局追回一分 双方战成平手 加上之后的第三第四局 林志豪都没有让对手有任何机会 连赶三分扩大领先 最后以4比1夺下胜利 接着我们将镜头转向羽球场 WH1 S2支杖混双赛四强战 上演高雄内战 由黄振宇搭配李玉霞 对上黄仓线以及方宜静这对组合 第一盘黄振宇李玉霞合作物件 以高压杀球以及刁钻角度的前排吊球 以21比16险下一局 不过第二局黄仓线方宜静 马上稳住正脚 在第二局末大出8比3的小高潮 锐回一局 双方要到关键的第三局一决胜负 而决胜局的一开局 两队你来我往 一直没有将比数拉开 第三局未升黄振宇反手一个靠近边线的球 让对手反应不及 黄振宇李玉霞这组来到 赛幕点 加上方宜静在最后关头失手 将球会处界外 黄振宇李玉霞以21比16 13比21 21比19 顺利晋级总组赛 国安局台综合报道 现在我们要邀请的是筹备委员会的召集人至欢迎词 台中是一个阳光城市 我们是一个酷城市 推广酷运动 我们是酷台中 我们鼓励全民参与运动 尤其重视运动疲权 以及身心障碍朋友的权益 预祝今年111年 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在台中市圆满成功 在台中市圆满成功